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市场也是聚焦在8点45分的习拜会当中 摩通就预料说中美关税的形势可能将缓和 这有助于扩大中国股票的估值 特别是一些大型和流动性高的互联网公司和中小型股 不过也值得注意的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视频会议之前 白宫这一方面是先降了市场的一个预期 对于会谈结果的一个预期方面是有一个降温的情况出现 所以看到中概股是有估压 金融指数也是跌超过1% 那么对于此次的中美的元首会晤 您会有讲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们关注到在中国媒体这一方面反而是相反的 媒体这方面这次的报道热度非常的大 好像就会让大家会看到这种前期的一个铺垫和气势 会有一些利好出现 那您认为此次关税形势能缓和吗 资本市场又能获益吗 那我觉得缓和的几率相对比较少了 那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东美双方根本不会因为就是共和党执政 还是民主党执政而有所改变 那这个策略还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格局 我觉得也是竞争大于这个合作 这个绝对是我们大家也是知道的一个共识 那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是看到说 其实最近中国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比如说为什么一直都是对于很多的这些企业来有一些打压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内部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需要一些平衡的状态 那就比如说之前有这个反垄断啊 或者是二选一啊这一些的东西 对科王股方面有打压 那主要就是因为说科王股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太重要了 那这样的占比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可能需要去把部分的利润也好 或者是利润的空间也好让出来给其他的企业 所以这样去想的话就代表说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看到说经济数值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PPI跟这个CPI的剪刀差非常的大 所以这些也是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企业需要去让利润 来给整个经济有一些空间了这样子 那所以就不管是这个科王股也好 或者是这个教育部啊 什么香港的一堆地产股啊地方啊 这样子其实全部都是有一个监管的风险在上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就中国的这个经济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整改的过程之中 所以现在就趁着这个整改的正同期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会晤的话 应该是中方让步会比较多化 也就是美国可能会得寸进尺 那这个这个格局我觉得暂时就没有感觉 因为就就我觉得得势不了人吧 特别是在这一些外交方面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如果美国真的是我看到说中国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正同期的话 我就肯定会敲打敲打 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性的表现 那所以两国方面的这个会谈的话 我觉得不会因为政党的轮机而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表现的改变 也不会因为说可能可能紧张了很长的一段时期的话 就会缓缓一些 那我觉得暂时就还是看不到这个有缓和的这个可能性了 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会谈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能中方会吃亏的这个感觉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为什么好像大家看到这些东开股也是有一个回调的情况呢 或者是最近整个中国也好 这个港股也好的市场也是有很大的这个资金流出啊 甚至是根本没有太多的资金关注这个市场 我看到说这个成交也是非常的低 低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大家不应该对这一场的会议有过多的一个乐观情绪 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股市的一个基本面方面 那我们再说回美股方面 关注到通胀加息的忧虑现在重燃 债息抽升也是压低了美股走势 另外今天晚上会公布零售销售数据也是备受期待 您认为美股的走势近期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美股方面的话其实最近确实是涨了非常多 那就我们Taper就是那个减少买债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 其实就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涨了非常多 那然后到了这个差不多顶峰的时候 这出了一个Taper的消息然后再涨过 那我觉得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减少买债的消息 或者是这个市场的环境已经开始习惯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道这个会减少买债减少放水 但是股市还是涨那么多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已经预期了 然后觉得之前已经反映了这个因素 然后我就直接就继续的买股票 继续的炒继续疯狂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明显的看到说 整个市场的这个格局 那所以现在到了这个点位的话 比如说道琼我们现在是在这个36,000点以上 那最高点的话是36,560多点 那这个差不多就相距这个之前最高的点 差不多差了500点左右 那但是就虽然说是跌了一点点下来 但是整个趋势还是不变 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挺多的话就是在可能是 这个36,000点以上的话出现1,000盘整个亿 那所以其实整个美股方面的股票 我觉得还没有大变 那美股方面的话就没有道理 我觉得去看空 因为去过去10年也是涨的 那然后现在这个中美会谈的话 也是形势比人强 那然后现在的经济的状况 也是看到说开始不只是短期了 因为这个QE的力度 实在是太猛的关系 其实已经看到陆区有一些 中长期的一些经济的增长幅输 那或者是中长期的一些通胀 慢慢的出来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美股的 这个投资来说的话 还是要不就是看盘整 要不就是看好 但是没有看别的情况 现在可能是一个盘整阶段 后续还是这个整体的格局 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刚刚Casper也是聊到 现在可能这个两国之间 都是因为有这个高通胀的问题 需要一个合作和谈判 但是美股这一方面 就是无论它的通胀情况 有多么的高 都是全世界为它买单的 所以可能它未来的一个走势的话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有另外一点 在它这个货币政策方面的话 其实大家最近也会比较关心的 一个话题就是 拜登最快会在本周来决定 联储局主行的人选 那么市场目前会有怎样的一些预估 是否后续会再给股市带来波动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联储局的主席 应该如果需要换的话 应该也真的是 民主党方面可能真的要去 下一个杀手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民主党一向给人家的 这个想法也是比较左派一点 左派的话就是 大家如果是需要去 就可能财户方面去均衡一些 或者是税收方面可能会加大 然后去拿这些钱去 去救济一些比较穷苦的大众 通常都是这个左派的想法 那所以现在如果 我们看到说鲍威尔 就之前上一任的总统 留下来的一个联储局主席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它在这个加息也好 收水也好 其实这一类型的决策当中的话 它也算是相当的鸽派的 我觉得你看到说说话的话 也是非常的知道分寸 不愿意去很大手的去打压这个市场 那所以如果真的拜登上来 然后去想要真的是左派一点 或者是只是做做样子也好了 那也需要去换一个比较鹰派一点的 这个联储局主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会不会真的去不保留 这个法维尔这个也是大家说不懂 所以暂时的话还是要观望一下 我们还是要观望一下了 另外呢我们也是把目光 再聚焦在特斯拉这一方面 那关注到市场是揣测 行政总裁马斯克 可能会继续减值股份 因为他也是在这个推特上 是打这个嘴仗嘛 那看到股价昨天最多是跌了5.3% 收市跌幅是收窄至1.9% 鲜手1000美元的大关 而他的对手Rivi呢 他的一个升幅呢 就有15%这么高 是否意味着资金其实还是停留在 新能源汽车这个板块不愿离开的 你会怎么来解读特斯拉回调反复 这样的一个情绪 另外呢就是在年底 很多基金可能都会获利了结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前期涨幅较高的一些股份 是否在近期都会面临一个回调的压力呢 那我就在特斯拉方面来说的话 也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估压了 那就是这个5个叫一天之前吧 就是11月9号那一天其实很明显的看到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阴线出来的 所以这个阴线就很明显的就很难就在短期 现在重新越过 那所以这个卖压的话我觉得会相当的重 那然后最近的话 应该特斯拉就是就算是不太跌了 但是也要进入一段的盘整期了 那之前实在是涨了太多了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电动车版块就并没有说完 就死掉了 但是特斯拉方面的这个气氛我觉得会影响多少 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就不管是这个美股也好 就港股也好 其实看到说比如比阿迪啊这些也是有一点点的回调的 那这个也是正常了我觉得 但是这个Rivian的话就是这个新上市的一个电动车公司 那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 那因为它首先的话就是有一些可能炒特斯拉的基金会找回去 那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公司因为有一个辛苦的效应 那通常的话都是有一些基石投资者在里面 然后他们有一个我们所谓的lock up period 就是一个锁定期 他们在一年一年半之内是不能够卖出票的 那所以现在的话通常这些辛苦它的一个 上市的时候的一个货源的集中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所以就很多的大股东啊 或者是一些基石投资者他们不能够卖出的时候 通常上市就很容易去做上去 那可能稍微有一点热点的就能够很容易的涨 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供应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就不宜去我们去猜这个Rivian的这个 这个栋赛是哪个位置 很容易的涨到两倍也是有可能 那但是就暂时来说的话应该就是特斯拉会稍微修计一下 那反而就是其他的电动车可能会稍微强一些 那所以在美股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Rivian就Rivian 那或者是这个Lucid叫LCID 甚至是有一些中概股方面的 比如理想汽车啊 小鹏啊 那这一些其实最近的话也是有一些亮点出来 比如说小鹏的话 也是有一些什么无人机啊 什么无人配送的一些车啊等等 这一些gaming能出来会让大家去留意一下的 所以最近的话特斯拉我觉得稍微需要休息了 我们就留意其他的电动车股份吧 所以现在特斯拉的这个休息的一个机会 可能也是给到其他的一些电动车股一个上涨机会 但是其实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 Casper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特斯拉的一个回题啊 我究竟是买特斯拉呢 还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应该把这个资金放在像Rivian 他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方面 期待着他可能会走出像特斯拉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长远来看的话 您会怎么来选择呢 那其实中真的看很长线来说的话 当然是选龙头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近市场环境实在是太齐情了 那基本上就如果说我们的很长线的去想一些 去找一些标的的话 其实非常的困难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火红 或者是很有前景的产业 那但是那个产业的话 基本上就是肯定估值很贵 或者是已经涨了非常多了 那所以就比如说现在 我们基本上不会看到说有一些便宜的电动车的概念 能够说是电动车概念投资很贵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一套价值投资 把费特的这套逻辑放在这一些产业身上的话 我觉得已经不符合时宜了 那所以现在如果还想要去布局这一些产业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不就是用一个比较短线的策略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反正我就赚一点我就跑了 这个是第一个想法 那要不的话就是我放风筝了 就是我先短线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我买下去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买地点好了 那比如说不是推荐 那150块买进去 然后它涨到200块的话 因为我浮营的利润很多 那所以我现在如果就是我这样去放风筝的话 我就没有太多的成本 那我能够赚钱的话我就一直赚下去 然后如果真的去有下接的话 我就打止损 那这个是这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所以如果现在很长线的去选的话 当然要选的话可以选龙头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长线呢 我觉得这个要想一下了 在巴菲特那个年代 可能我们是想要享受一顿美味佳肴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可能少食多餐也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了 那我们再说回比亚迪这一方面吧 我们看到呢 它是签了订单 就是里原料的供应合约 采购量是不少于5.6万吨 那比亚迪近期我们看到 它是频频采购电池原料6-0酸里 那么这个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特斯拉的一个回调 对于它情绪方面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呢 我觉得其实特斯拉对于比亚迪方面的话 这个影响短线的话还是有 因为看到说就它一配股的话 就特斯拉方面一配股的话 就好像是比亚迪方面跟着一起配股 然后配完之后呢 其实也是看到说出现了一个盘整器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走势 跟之前的今年年初的时候的走势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我们看到说比亚迪涨到 差不多270左右的位置 然后出现了一个配股 配股加了236 然后配完之后呢 就在上面盘整了一个月 然后就开始下跌 而下跌的话这个幅度是非常夸张 就一直跌就完全没有反弹 然后跌到差不多 跌到差不多100多块 然后才反弹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情况也是 就是涨了非常多 然后在上面盘整 之后就会不会也是出现了 像上一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调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电动车股份的话 我觉得最近也是要去小心一切 因为其实之前也涨了非常多 我已经强势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这么就强势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其实会不会跟随着这个特斯拉一直回调呢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呢 所以现在这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是小心为啥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更加谨慎不宜追高了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小鹏汽车 它是通过全资子公司 只有一点出行 以及置鹏车联网各50%的股权 这个事情的影响将会如何 另外可能市场也是比较关注小鹏汽车 在广州车展发布第四款车情 小鹏啤酒预料在19号会亮相 亮相之前的话 是否还可以有些水位给到大家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憧憬的 因为看到说小鹏其实在三小当中的话 也算是最好的一支 走势最强的一支 然后这个比如说未来这一些的话 最近是在一个产能方面的一个改造的震动期 然后现在在芯片方面的话有一个短缺 所以最近的话 未来的这个走势也会相对比较弱一些 然后理想的话 这个销量是明显不及小鹏的 所以其实最近的话 这个小鹏确实是我们市场当中 大家最看好的电用车股分析一 然后也还加上要发布这个新车 然后之前也说了 有很多的亮点会出来 那比如说无人配送 无人机 送驾驶等等 其实也是就一大堆的故事出来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最近很想要去布局 这个电用车的企业的话 我觉得小鹏也是可以去留意的一个公司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190块左右的这个小鹏 我们可以去大概是设这个止损位 在这个175块左右 我们去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继续放进去了 那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Casbo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我们先进一段时间